来关心的是这SOGO的百货公司的经营权战火在起 现在正值这个周年庆 这个母亲节党期一个最重要时刻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徐旭东他哭了呢 这经济部呢抢先在法院认定之前 同意太平洋流通公司三个临时的管理人召开临时股东会 而且限期在三个月内完成董监改选 如此一来呢会导致呢 已经入主SOGO的远东集团失去经营权 而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就自己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也宣布会暂停一切在台湾的投资 而且呢也15度痛批经济部呢 这个非常的过分 这过程甚至是一度的激动落泪 能让有泪不清谈 但徐旭东这回真的被经济部逼到伤心处 远东关系企业 暂停一切在台湾的投资 我们不继续再投资下去 沉痛无奈却又不得不拿出骨气 硬钢政府被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SOGO经营权争议目前还在法院审理阶段 但经济部抢先在5月4号 同意太平洋的三位临时管理人 可以召开SOGO股东临时会 还限期三个月内完成董监改选 如此一来 目前正在经营SOGO的远东集团 将失去所有权 我请教马政府 政府可以不为是非 远东人很快就走上街头 自力救急 记者会中15次痛批马政府和经济部 许许中放话 不惜上街头抗议 只是远东经营权闹双包的争议 越演越烈 经济部强调一切合法 只怕不是大老板激动落泪 就能套汇公道 中新闻综合报道 中新闻